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第3期的这个美洲360 那在这一期的美洲360我们同样将会和大家分享国内外车坛的大小事情 那今天第一则新闻呢就是国际有价暴跌 那国际有价暴跌的原因呢就是沙地阿拉伯的OPEC组织 就是OPEC组织和俄罗斯的非OPEC组织谈判破裂 因此导致国际有价暴跌大约20% 那这个消息呢可说是洗油参半 那洗呢就是我们可以以更便宜的价钱去购买汽油 那油呢就是我国的这个盐油收入也会逐渐减少 那在学校假期回乡的油脂门呢这里有个温馨提示 那大家就记得要勤洗手戴口罩 尽量少去比较多人的地方要照顾自身的这个卫生 因为其实除了我们要照顾自己以外 我们也要考虑到老人家还有抵抗力比较弱的这个人 因为这些病毒都是比较容易让他们感染上 所以除了我们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也要为别人考虑 那今天第二则新闻呢比较有趣 就是博明汉大学研究以及调查出 数个汽车品牌的Smart Key System有安全漏洞 那这个漏洞呢会导致黑客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可以读取你的爱车的这个解锁密码 然后很顺利的将你的爱车开走 那我们这里是建议呢各位去安装这个steering lock 方向盘锁可以提高一些安全性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更加好的防范措施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一些信誉较高的这个汽车防盗系统的这个商家 去购买还有安装更加强的防盗系统 不过在安装更加强的防套系统 各位要切记要同时照顾到你汽车的保驾 那第三则新闻呢就是Prodot Asia的兄弟车Toyota Arc Yard 在印尼市场迎来了小改款车型 而且还有TRD的版本外端更加炫酷以及花俏 那其实在外观上呢 Toyota Arc Yard和这个Prodot Asia呢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还是有似曾相似的地方 不过呢Toyota Arc Yard的头灯组、尾灯组、空力套件等等呢 都会比这个Prodot Asia来得更加偏向运动化一些 而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内装部分 这个Toyota Arc Yard的中控台这个冷气操作的部分呢 是采用按钮式的设计 是和这个Toyota Yaris十分相似 那这样的配备呢 看起来质感上呢 是会比Prodot Asia还要略好一些 那在动力配置部分呢 Toyota Arc Yard一共有两种动力配置 第一种是1.0的三缸自然进气引擎 而第二种呢 是1.2的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那当然1.2的四缸自然进气引擎呢 的性能表现当然会比较略好一些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那虽然说Toyota Arc Yard呢 它有这个1.2的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会比较厉害一些 但是Prodot Asia也不差 因为在一个地方它可以拉回一票 那就是它的安全配备 小改款过后的Asia呢 有ASA2.0先进主动是安全配备 就不知道各位觉得动力重要还是安全重要 那今天第四则新闻呢 就是根据运渡的这个当地媒体的报导 2020新一代的Honda City呢 在运渡市场将不会采用1.0的VTEC Turbo 或涡轮增压引擎 反而是采用一具全新的1.5自然进气引擎 而且据悉这个全新的1.5自然进气引擎呢 在油耗动力方面呢 都会比之前的1.5 IVTEC自然进气引擎来的更加出色 与此同时呢 运渡市场的Toyota呢 也不甘示弱 Honda City有1.5全新引擎 那他们也将会拥有1.5全新的自然进气引擎 根据运渡当地媒体的报导呢 据悉Toyota Corolla将在8月份推出一款全新的1.5自然进气引擎 而这具引擎将会采用在Corolla身上 那这具引擎 据悉将会有103HP的最大马力 以及138Nm的峰值扭力 而且这具引擎 听说呢 是由这个Suzuki打造的 有一点期待 只是非常庆幸的是我国的这个Corolla呢 还是继续采用这1.8 Dual VVTi引擎 相对动力会比较出色一些稳定一些 那今天第五则新闻呢 就是Predua Canary的原型车 Dihatsu Move将在日本迎来大改款车型 而且继续是在8月份就会登场 那这个Dihatsu Move呢 有几个看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外观设计 会更加时髦以及炫酷 第二个呢就是它会采用DMGA底盘打造 拥有高刚性更加灵活的操控表现 那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这个Dihatsu Move呢 将会采用一个全新的引擎 叫做多火花塞引擎 那这个引擎呢 新一代的Canary有什么看法呢 好啦那今天我们每周360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订阅分享以及点赞我们的视频 那订阅的旁边有一个小铃铛 记得打开 那以后我们一有新的影片呢 YouTube就会立刻通知你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个影片啦 我是Jayden小编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